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沒錯 我整個隔離期間大概就是這個鬼樣子 首先第一題是我驚訝到不行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多人問的 就是隔離是不是可以不用洗頭好快樂 其實這樣說也是啦 畢竟你也沒有出去 你也沒有什麼流汗的機會 但是我大概 不是每天洗的話 最多就兩天洗一次 我就已經有點受不了了 因為我之前有講過嘛 就是我是每一天都要洗頭的人 我可以趕得及中秋 但是呢 但是我們家其實沒有特別中秋吃烤肉的習慣 但香港其實也沒有對不對 我記得中秋吃烤肉是只有台灣有的習俗 有人問說Quarantine會不會有坐牢的感覺 想出去又逃不走的感覺很差 我自己的話這14天下來 其實真的覺得還好 就我本來就很習慣待在室內 然後又一個人所以 但我覺得呢有一個蠻重要的是 如果可以的話你們的隔離酒店或是旅館 一定要有窗戶 就我覺得你能不能夠看到外面的樣子 就不管他是很遼闊的還是怎麼樣 但有一個窗戶我覺得那感覺差很多 隔離的時候最喜歡的食物喔 應該是啤酒吧 這樣講合理嗎 但這兩個禮拜我請我朋友跟家人都 就是各送了一次啤酒進來 對 聽起來是不是很像酒鬼 我媽也說 蛤我幫你送酒 會不會讓飯店的人覺得你很像酒鬼 欸我就是 What inspires you during the quarantine days? Nothing Do you have a daily routine during quarantine? 如果是工作日的話就是 起床 叫咖啡 打卡 工作 吃午餐 工作 吃晚餐 追劇 剪片 睡覺 那如果是週末的話就是 起床 點咖啡 睡覺 追劇 剪片 睡覺 追劇 吃飯 追劇 在quarantine的時候會自言自語嗎 沒有呢 我發現我好像是一個 我好像只會一個人就是 又笑又哭這樣子 就是看那種綜藝啊 或者是怎麼樣 就自己看一看 就開始笑這樣這樣 然後看一下比較感人 就開始哭這樣 我好像不會自言自語 Are you boring? 你應該想問我說會不會無聊吧 Kind of Wanna have some advice on how to deal with loneliness Love your videos and podcast 謝謝 怎麼跟孤單或孤獨相處喔 我覺得 首先我覺得你不能覺得 孤獨是一個壞的事情 要去試著找到在孤獨狀況下面的自己 跟一般的自己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我覺得當一個人在 你跟自己相處的時間變長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很多 你自己其實沒有很了解自己的那個點 所以我其實覺得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如果你是一個很需要別人陪伴的人 我覺得這個一點問題都沒有 但如果你是這樣子的性格 但是又遇到了需要一個人獨自去面對事情 或是有感覺到很孤單很孤獨的感覺的時候 也不用怕 因為這個其實真的不是一件壞事 我覺得先意識到這一點 你那個心態上面會 就是轉換好很多 多嘗試一些只有自己一個人才可以做的事情 怎麼講就是慢慢去發覺 你自己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很好 過得很開心的方法 Favorite Disney character Olaf 然後如果是那個 Pixar的話 我最最最喜歡的一部動畫 就是天外奇蹟 叫UP 有沒有想過要tattoo 有 其實我覺得我好像蠻想要有一個tattoo的 可是我還沒有想好說要聞什麼 然後要聞在哪裡 有聞聲是一個很有個性 然後 嗯 一個很慎重的決定吧 如果哪一天我人生有什麼很重大很特別意義的東西 我覺得我是會想要有一個tattoo的 有人問說你的男朋友有什麼好 值得你愛 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然後是一個真的對我很好的人 然後很理解跟包容我的人 然後我覺得相反過來也是 很多東西都是一個互相的 就很多人當然會說 女生就是要找一個愛子自己的人 我覺得這一點講得很對 但是一旦你認定了這個人 我覺得你也要努力的去付出同樣的愛給對方 你知道嗎 我有一個觀念就是 一段感情裡面不可以有委屈兩個字 今天 嗯 其實很難避免說 兩個人中間一定會有一個比較愛對方 可是我覺得 假如你今天是那一個被愛比較多的人 你不可以有一個心態說 阿凡就是我就是理所當然要接受你所有的包容 你所有的愛或是怎麼樣的 因為當這件事情 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 我覺得那個心理不平衡的話 一爆發就會很可怕 而且我覺得對另外一個人也是不公平的 所以 我為什麼要講到這個啊 這個跟這個問題有什麼關係 總括一句我覺得他 可以讓我 發自內心的笑 大概是這個感覺 這個我之前也分享過蠻多次的 我覺得遠距離很大一個 要能夠維持的因素 就是雙方要有共識 第一個是你們預計要long d多久 然後第二個是雙方是不是都已經有心理準備說 long d可能會帶來的影響 例如說你們有時差 或者是你們可能不能隨時隨地的跟對方報告自己的一舉一動 然後是不是能夠給對方完全的信任等等 如果你是準備要踏入long d的話 我覺得先問你自己 你是不是覺得這個人值得你去面對這樣子的挑戰 如果是的話 我覺得就不要把它看成是一個好像坟墓的感覺 我覺得見不到面並不是最最最最最直接的東西 我覺得最根本的問題是兩個人的未來目標已經不在同一個點上 或者是雙方不再信任彼此了 對 怎麼好嚴肅喔 這一集是什麼 戀愛之相是嗎 我真的聽了非常多周深毛不易 然後江濤跟伊等的歌 喔還有就是一些我平常聽的韓文歌啦 但我會把它就是列在這裡給大家看 就是我在Quarantine期間聽最多最多最多的歌單 我是有一次在YouTube上面就是很Random被推播到周深的一個表演 我就一個節目看完看下一個節目 然後聽了很多的歌 我就越來越被他的唱功啦個性啊 就就是被圈粉了這樣子 我最近真的認真的發現那種呆萌呆萌然後有才華的男生就是最容易吸引我的 你知道嗎 畢竟我以前一直覺得我的理想型是那種就是成熟穩重很內斂的大叔 就發現不是這種呆萌呆萌的我真的一點抵抗力都沒有 如果現在是個大學生你會想上面對面的課還是網課 我應該是喜歡面對面的耶 對我來說我是一個非常需要實際去接觸到我才能夠吸收的更好的那種學生 其實我以前也非常不習慣用什麼iPad或是電腦做筆記 我一定是要手寫筆記 然後面對面跟聽教授在講什麼才能夠聽進去的那種人 而且你不覺得你都已經繳了學費 然後如果你是那種念國外大學的話 你繳這麼多學費然後還只能上網課你不覺得很虧嗎 我就是貪小便宜 會害怕Becoming 30嗎 這個問題呢其實我也一直在問我自己 就會覺得哇其實我現在離30真的也不遠了 但我最近有領悟出一個新的想法 就我以前會覺得哇30聽起來很老然後很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我現在也不會去特別羨慕可能十幾歲或二十幾歲的朋友 我有時候看著他們可能在經歷的事情或在做的事 我會覺得那一段時間其實是我覺得蠻辛苦的 那其實每一個階段你都是有不同的難關要面對嘛 你現在是哪個年紀已經沒有那麼重要了 我會更想要focus在我去tackle我現在這個階段要面對的難題就夠了 你知道嗎你真的放你所有的心思在 例如說我現在27歲 我放所有心思在解決我27歲的問題就已經夠我忙了 我沒有想要再花更多的心神去擔心說啊我30怎麼辦 因為I will know when I'm 30 把我現在的生活過好 我覺得就已經是對30歲的自己最大的負責任了 我今天真的講了很多很有道理的話各位 有人說有結婚的打算嗎 有啊我是一個很期待有自己家庭的人 雖然說我還沒有就是想要定下來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結婚是一直是在我想要完成 然後跟我的人生規劃裡面的 有人說雖然不關隔離的事情 但是想問我對於手筋手串的看法 其實我有很多的朋友都有在帶水晶 我們應該在講同樣的東西吧 我自己是沒有特別去研究這個東西 如果你自己覺得這個對你有效果 那我覺得你帶了你心情更好 或是心裡比較有個寄託那就是好的 但是我沒有在這方面特別迷信還是怎麼樣啊 有人說有幾匹馬 這是什麼問題啊 有幾匹馬 不是說一匹嗎 如果是兩匹的話應該是 有人說有想過轉行嗎 有啊怎麼會沒有呢 首先我並沒有想要做我現在這個工作做一輩子 我覺得我一直都覺得這個世界上還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可以去嘗試跟體驗的 雖然說現在這個工作我就是因為這個工作認識了很多人 然後我覺得遇到我生命中很多貴人也好 是很多朋友也好 我覺得都 都是我很感激這個工作帶給我的禮物吧 終究我覺得我還是會想要再體驗看看別的東西 但這個東西是什麼 我覺得還沒有到很清晰吧 在我的腦袋裡面 讓自己有這個能力 或是有這個底氣 對自己人生選擇上面有更大的自由度 其實我一直都蠻嚮往 就是有一份freelance的工作 然後再搭配另外一個是可能比較穩定一點的工作 就像我現在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我以後想要轉行到另外一個東西 我可能至少還有一個freelance的東西 可以就是kind of support myself through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這種感覺 就我覺得如果能夠做到這件事情是 蠻幸福蠻幸運 然後也蠻感恩的事情吧 有人問說 金融系的學生念書的時候壓力很大會怎麼做 其實我當初在念書的時候壓力也是一直都蠻大的 我們用一個比較的方式來講好了 你可以想想喔 今天如果你是醫學院的學生 然後你放了一個錯 你影響的可能不是幾張股票 這麼簡單 而是一個人的命 你知道這樣想想 有沒有覺得自己的壓力輕一點 沒有是不是 我覺得我在大學裡面學的金融到職場上之後 其實很大一部分就是又打掉重來了 你的未來還有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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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壓力在等著你 所以先不要太低估自己的抗壓性好不好 好像沒有了耶 我好像差不多回答完了 喔喔我想起來 剛剛有人想問說我怎麼綁那個包包頭的 那我就現場來示範一下 首先呢 你就把頭髮這樣 然後稍微留前面一點頭髮讓它 稍微 就我覺得兩邊稍微留一點點就好 然後你把頭髮拉到就是差不多正上方的時候 好就這樣 轉兩圈 然後這樣 繞 完全在炸開耶 你可以自己再調一下啦 或是你那個綁帶不要用這麼粗的 用細一點的 大概是這樣子 頭髮很油的時候就可以綁重頭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在這裡 非常快速的完成了今天的隔離Q&A 希望大家會喜歡 大家可以期待之後還會有另外一個隔離Q&A 因為我回香港之後還要再重新隔離一次 所以 先這樣子我們下支影片見掰掰 ATA UAH